徐佳寅市大运闭幕抱病演唱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蔡陈怡台北报道 Lola徐佳寅昨晚在市大运闭幕典礼中献唱 不过演出却惨对大批网友及观众只表演内容好尴尬 也有粉丝听出她声音结为沙哑 而她经纪公司也证实她一周千罹患重感冒 虽然采中西医双管旗下治疗 但仍影响到声音 Lola昨晚现唱不安小姐 拉拉队网友批她在国际场合猛帮自己打歌 亚神也表示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指教 但也说是为了符合赛后派对的主题 才选了较为轻松的歌曲 并表示会让Lola身体快快恢复元气 无独有偶 昨晚DJ林哲一的电音演出 也被痛批尴尬挨上身 还有不少网友洗版她脸书 鞘沙哨 不少网友批尾